Leo聊世紀 天梯龍不星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波斯人對上越南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好 這場比賽呢 雖然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但是呢 這場其實是一場 HERA邀約肥龍的單挑賽 誰邀約誰 不清楚 當然知道他們是單挑賽 特別的精彩 我挑了一場我覺得挺有趣的 最後呢 我也把單挑的結果比分放在影片的結尾 有興趣的觀眾可以看到最後 就可以知道最後單挑賽誰拿到了最後的勝利 這場單挑賽裡面呢 打算是搶4吧 誰先拿到4分誰就贏了 其實後面都是有點秒殺局 就沒什麼好看的地方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場比賽吧 這場比賽呢 是HERA選擇到了波斯人 唉唷 肥龍開局在搞事了 那波斯人呢 我們在近期的影片裡有一直提到 波斯人是非常適合新手的文明的阿 因為這個新手只要一練好波斯 基本上你要去玩其他文明都可以玩得 如遺得水 TC不斷存這件事情 就是世紀帝國的基本功 那波斯人的TC不斷存也是比較嚴格的阿 因為他的TC的工作效率非常快阿 這個城鎮中心阿 所以你的城鎮中心不斷存的話 就意味著你的經濟越好 你的經濟越好 就意味著你有更多的兵力 你有更多的兵力 你就代表你可以用錢砸死對手阿 甚至可以控兵阿 所以波斯人呢 是一個很適合新手入門的阿 好 那結果這個肥龍想要來 偷豬 結果偷到自己頭破血流 但是應該 哎呀 這個高打第一刀砍死 肥龍阿 開局搞事被制裁 你有什麼策略 好 但是兩頭豬 應該可以幹的回來阿 這兩個豬應該可以 哇 然後HERA直接把肥龍的路給推過去 自己剋阿 順手牽入 這場比賽阿 真的很有趣阿 開局就這樣搞事了阿 好 那這場比賽呢 一樣我是沒有看過的情況下 用第一時間的視角來去分析跟判斷阿 待會的走勢跟這個打法阿 那我們現在影片阿 基本上十字八九從前到現在阿 都是這樣子阿 基本上不會去看過內容的阿 所以有些東西會有講錯是屬實正常的阿 沒有講對也是正常 講對也是正常的阿 好 我們回到比賽當中阿 那比賽當中阿 波斯人呢 這邊阿 他的特色是駱鎖的東西阿 是很正常的阿 但是呢他的薩瓦爾阿 是比較特別的升級的阿 因為他的薩瓦爾呢 攻擊力阿 是正常的 但是攻擊速度比遊俠快0.1阿 所以砍到最後面跟遊俠對倒 他是會贏的阿 但是薩瓦爾的缺點是血量0.15DC阿 所以遇到槍病的時候會更脆弱一些 還有這個落土的時候 那波斯人可以說是騎兵是缺滿狀態阿 所以我覺得他也很適合新手玩的原因 因為新手玩馬是比較好的一個騎手文明阿 那波斯人的馬攻路線比較特別是 城堡時代也可以升級安息人戰術 第二世代沒有三級色 所以用起來喔 第二世代會比較難用一點 而且比較常看到是使用戰矛阿 或是波斯公兵阿 不用這個黃金的波斯公兵或是火箱 做為後排主力 前排的話也是要靠駱駝遊俠大落馬槍兵 做為主力會更加適合喔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飛龍這邊選擇到的是越南人 那越南人的話他的經濟加成是非常多的喔 那他的伐木技術呢 跟這個所有的經濟科技喔 全部都是兩倍研發速度喔 而且這個價格喔 木材喔這個也是比較省的喔 不需要木材喔 就可以岩把只需要肉而已喔 所以呢 這個越南人喔 在前期很適合點下輪走阿 鎖推車 點的時機點 可能會跟其他文明不太一樣 那越南人呢 他的大象喔 也是血量最多的大象文明喔 這個恰特拉傘 可以讓大象的血量增加到420滴血喔 那後期的打法呢 比較偏向於馬攻 或是步攻兵 或是寶兵 橫甲攻軍手配槍兵 還有這個毛相夫 或是肉馬路線喔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兩邊封建斯台會怎麼打吧 那肥龍這邊偷鑄不成 開局少一隻馬 那現在HERA 有這個一隻馬的優勢 進行優勢交換了嗎 欸 這個還有一頭路沒有趕完 好現在HERA呢 已經 趕了兩頭路之後 選擇要出去 我還以為你要趕第三頭路呢 結果不是喔 先來看一下地圖 去對手家裡的時候 再看一下 好這就是世界冠季的前期的視野的一個小小細節喔 那最近可能會加入比較多的視野喔 玩家們的視野的角度去看喔 當然就會知道高手們到底在想什麼喔 好我們可以看到HERA的視野喔 看到上方的墓區跟軍儀 還沒有看到射箭場 跟肉馬 現在其實做一個早期偵察 然後沒有去轉出其他的兵種喔 他是一個我們之前頻道一直在講的阿 這個偵察做得好 先確認後轉兵 確認後轉兵這件事情喔 是一件很高CP值的事情喔 但是如果他把東西藏在裡面的話 基本上是偵察不到啦 那HERA的話如果偵察不到 就會選擇為死 選擇為死的話 就不用擔心偵察不到 被一招突然射過來秒殺的問題 那如果對方有大量的工兵過來時候 基本上自己也點下了城堡時代喔 所以只要大概在圍個四級阿 或是十強喔 基本上也都能守得住喔 所以這個就是如果你偵察不到 對手要轉手病的話 那你就把自己加為死 這是一個很好的正確觀念喔 肥龍這邊是沒有轉化的兵 就按了一隻肉馬 不要偵察一下 補了射箭長 肥龍又過來偵察了一下 你看到你肉馬有馬就 又有射箭長 但是有沒有 這邊就是沒關係你就轉 等下你點了 你過來的話 我也差不多到城堡時代了 你的前壓通常不會奏效 就是前期偵察的重要性 所以這個肉馬為什麼要按一隻呢 並不是要去抓對方的村民 而是為了偵察而已 好 Hera這邊是點下了一擊射 那城堡時代還有一分鐘的時間 肥龍這邊落後大約1分 1分 落後1分20秒左右的時間 其實沒有落後到2分鐘了 不好意思 波士的TC工作效率比較快 連生時代也是啊 好 那我們 看到這邊是3級上去 繼續按毛病 點下了2級拔木 開下了城鎮中心 那肥龍這邊是點下了品種 城堡時代還有1分半左右的時間 那接下來肥龍要思考的是 要不要前壓還是要打3TC開農 因為其實對農來說的話 越南人也不是那麼好農營 波士人的 你看現在說明書已經差距有點多了 來到三村了 下次會來到四村或五村 都是有可能的 好 Hera直接3TC開農 我有時代上優勢 反正你也沒爆兵 然後肥龍這邊也是沒有爆兵的狀態 這個射箭廠補下去 雙射箭廠一隻馬弓 或是步工兵都沒有按 好 果然也是補下3TC 原來這兩邊的文明都很適合開農 都是偏經濟型的文明 但是肥龍除了開3TC之外 還是有補下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再來是想要直接一波帶走 Hera先用投資車開閘 看能不能閘出一個洞口來 好 三隻洛馬 點掉了Hera的洛馬 現在騎士過來繼續輸出 好 潛壓生頭戰術 生旅頭車 這個生旅頭車可能對現在的玩家 並不是那麼了解 這個算是 以前很古早味的 這個搶城王最喜歡的打法 塞爾特伸頭前壓 這個打法非常的強悍 但是其他玩家用起來就比較普普了 不是這麼強的壓制力 好 來看一下這裡 衝進來 圍一下 再圍再圍 欸再來不及圍 漂亮了喔 這波卡得很好 這裡只有毛病 基本上有點難打 用騎士去砍 哇 Hera這一波要虧了 虧爛虧爛虧爛 沒辦法 現在Hera02級射都沒有 肉馬繼續往後繞 看到你3TC了 肥龍看到 欸是雙TC 還沒到3TC 這個口子一打破之後 肥龍這邊優勢就很大了 平常都是兩邊3TC 對農而已 並沒有潛壓 肥龍選擇了頭車生旅 生頭戰術 波斯人對於生頭戰術的抵抗 是比較薄弱一點的 因為他的生頭戰術的話 是沒有救贖思想 生女科技基本上不太能用 所以 招翔工程系方面 是絕對不可能 只能招翔騎士而已 但我覺得這時候 Hera還是要正常的 去補下 這個 修道院才對 哇靠這個TC怎麼直接射掉了 這隻騎士 這個 Hera的TC有點猛啊 現在Hera這邊是選擇了頭石車應戰 這也是波斯人抵抗生頭戰術 比較好打的方法 但是越南人呢 他也是沒有救贖思想 所以他在生頭戰術的表現 也不是那麼的強悍 所以呢 這個生頭戰術 算是 我覺得 沒有這麼的 越南人沒有這麼的有用 的一個原因 所以我才會說 賽爾特他用起來更猛 攻擊速度更快 喔 這裡互砸 好這裡 招牆 這個肉麻過去補傷害 兩刀拿下 頭車砸一發 沒拍到 肉麻輸出 這毛病幫忙打 血量拉著回來嗎 唉唷 拉著回來後面頭車砸一發 逼退 差點被砸到 Hera這邊的戰毛控得很好 按你的修道院要不要補 不補 補了一個四級 騎士再過來 無雙開砍 但是有TC收村 飛龍這邊優勢越來越巨大 我們可以看到氣勢村 對上81村 飛龍這邊就是展現了一個 3TC不斷村的一個優勢 但是其實還是有小段一下 因為為了要點科技的話 還是會斷一下下 但是他這邊細節已經做得很好了 可以看到這邊已經32片田了 好 那Hera這邊則是農田數量有點少 TC閒置已經來到了4分鐘 但是飛龍也差不多 並在開戰期間 TC會斷是正常的 好那Hera這邊是來到600木頭 600木頭 有點爆木了 然後想要用頭車去砸 結果自己把村民給砸死了 我覺得Hera這邊有點尷尬 自己也沒有蓋好 這個有點是不是忙不過來了呢 沒有生女防守 家裡真的是有點難受 好這個口子一直沒有辦法 可以好好守下來 這邊騎士進來 對著頭車一陣輸出 直接把頭車給砍掉了 Hera這一把已經被吸引到非常多的東西 飛龍這一波打得非常好 好經濟方面還是波斯領先 這就是波斯人最討厭的地方 你明明都已經壓制他了 TC也是一樣的情況下 他的工作效率還是比你好 臭名術還是遙遙領先 你跟他對農 這是一個可怕的結果 這也是新手最適合的原因 你只要農就可以贏農對手 就這麼簡單 基本上新手天梯也不會有什麼 這種很可怕的開稿招式 通常正常開打的話 經濟領先的情況下 很難是打出對手的 但是飛龍這邊 不按理出牌 展出了大量騎士 9隻 好 Hera這邊也展出了騎士了 跟動技術 也點下了2級馬開友 飛龍則是點下了1攻 1攻1防而已 所以現在戰防兵打人有傷害 看飛龍這邊散兵散得很好 四處散開 下面的解掉 上面抓到了一隻村民 好 這隻騎士 收村 射掉放出來 好 正面的騎士肉馬 越來越往前了 Hera這邊開始會有點 卡人口 好 待會防夾要繼續補 好 培龍過來壓寶 那我覺得Hera這把是不是 故意不用森女去防守 這其實是有可能的 但這段來說的話 只要把森女放在 此生中心的旁邊 輕騎兵過來 也可以躲掉了 其實沒有那麼必要害怕 輕騎兵衝進來了 依照Hera的手術來說 已經是能辦得到這件事情了 好 這裡投資車 打個一發 十隻的騎士衝進來 肥龍應該寶 剩毛兵 小心 派一下村民 Hera這邊投車繼續派 派到投車跟村民 好 但是完蛋了 對方的這個寶壓在臉上 Hera這個時間點 根本不可能爆出這麼大量的騎士 好 黃金也沒辦法 升到帝龍時代 這波Hera尷尬了 賣了500路 500木頭 按了更多的騎士 這裡補安騎士 就有騰死 趕快打 趕快打 這騎士有點解不完咯 好 現在肥龍已經轉出了 槍兵跟騰甲弓 投資車 開始無情輸出城鎮中心 但還好 波羅斯的城鎮中心的工作效率很快之外 血量是兩倍的 所以很適合打這個TC暴 或是很耐扛對方的頭車 或是壓寶的這個血量的壓力 所以呢 扣斯倫 Hera還有這個優勢在的 並不是說像被壓寶 需要很低放棄 現在還可以再扛一下 再扛一下 但是大伙還有機會還可以修起來 那我覺得這個機會是有點低就是了 哈哈 這個要修起來是真的有點困難 好 現在肥龍點下二級色彈倒雪 提升一下城堡的準度和射程 可以二級色了 變得非常非常遠了 現在Hera也來壓寶 那現在Hera壓寶之後 後面補下更多的農田 帝王時代 還是沒補下 趕快賣一下肉吧 賣一下肉 看到一些黃金 停下了帝王時代 現在最麻煩的是這個主金被控制住了 所以現在待會兒 Hera 只能靠這個黃金 杜綠 杜綠了 還有這塊黃金 兩塊附金挖完 要思考怎麼把主金奪回來了 不然就是要去奪肥龍這邊的附金 看到你的附金在前面過來這邊壓寶 扣你的城鎮中心跟黃金 也是一個不錯的策略 或是現在點下了手推車 菲龍這邊早轉就點下了 這個研發速度夠快 所以要提早去點這個輪軸跟手推車 對於越南的經濟加成 是有很大的明顯幫助的 好 菲龍中點下了二級馬凱 戰毛兵的傷害 其實就不會這麼的痛了 Kero這邊的戰毛兵 控得很好 把他當奴兵再用 好 藤甲弓 看到鬼 倒地 好 這邊繼續用戰毛去偷點長槍兵 這就是世界冠軍的手術嗎 好猛好猛 一發一個點生旅 繼續點 哇 這個戰毛點了很多東西啊 32個單位啦 你的戰毛兵怎麼看起來像 常攻兵啊 擊殺了23隻 32隻的單位 好扯好扯 這個有夠吸 有夠吸 好 那現在菲龍點下了帝龍時代 還有兩分半 除了時間 那現在菲龍的實力喔 真的是越來越強了 那其實我們之前一直在說 YO是中國第一喔 但是我是覺得菲龍現在的實力 可能已經 變成中國第一 也說不定了喔 因為他在最近的單挑比賽裡面呢 還有一些大型的賽事裡 或是私下約戰來看 菲龍的實力是 越來越穩定喔 那我覺得他應該是 有進步的蠻多 好 菲龍這邊點下了 拇指環 最後的擊攻 這裡槍兵硬戳 兩邊不打 高地屯甲輸出 這波打得很好 城堡壓寶 應該是可以起來 兵器兵第一時間戳掉 結果HARA自己也沒手術 原地戰崗 沒有第4解除 完蛋 這個就是說 原地戰崗這個東西 你沒足夠多的手術 就別用 你越用的話 越越尷尬 好 連HARA都會有發呆時候了 何況是我們一般人 世界冠軍都做不到的事情了 沒有辦法完美的控制好 但是依舊 該用的時候還是得用 只能說 這個封建時代 是得按這個 戰崗模式 才不會把這個落馬 也送掉 戰崗模式 是很看情況去用的 並不是說 你會用了戰崗模式 你就會打得很好 這是完全兩把子的事情 這裡戰毛兵 還在輸出 又換了兩隻騰甲 好賺 這個也是用原地戰崗巡邏的 HARA這邊細節 繼續偷打 好 架起來之後 城堡進攻 兩臺巨頭 肥龍一到地龍斯大 也是按了三臺巨星球C 增加攻兵已經輸出好了 這邊的包圍戰 我覺得肥龍打得很好 直接堵住了 HARA這邊的進攻路線 本來這邊會想從這邊進攻到肥龍家裡 但肥龍已經堵住了他出來的路徑 只能說 肥龍這邊戰略思考 有這個大局觀 越打越好啦 不像以前就是 就是只會跟HARA一樣 就是猛幹硬幹 現在肥龍有更多的這個大局的 預判 預判思維了 只能說肥龍進步的這一年來 我也是完全看在眼裡 我們頻道也很常播肥龍的影片 肥龍是真的很頂尖 我覺得 真的很頂尖的一位選手 好 這裡 七隻重裝騎士 HARA這邊三騎馬開 補下了三攻也點了 但是薩瓦爾沒有黃金 點不了 這塊黃金被控了 後面沒有黃金 HARA新的黃金已經被斷了 加了一片狼藉 槍兵漏馬直接衝 槍兵騎士衝進來 後面還有騰甲 怎麼打 這邊只能轉出三攻跟肉馬 繼續開戰了 但是現在正面的城堡 現在才拿下地洞 第二洞拿下的話 他要把這個主金給搶回來 這邊是後來的目標 但是薩瓦爾現在後面有點糟糕 如果騎士一直在往裡面衝 肥龍打出了重裝騎士 但是肥龍的騎士 在帝龍時代並沒有三攻 所以這個傷害會輸給 HARA的重裝騎士 但沒有關係 只要把支援點控死 HARA只要纏不出重裝騎士 自己就十拿九穩了 繼續守住 這塊金絕對不能失守 HARA要趕快把這三個巨頭 趕快反制對方的巨型頭司機馬 抬燒星繼續拆城堡 就下面直接拉兩台巨頭 直衝這根寶 這根寶要是掉了 HARA的防守就會變得岌岌可危 會很難守住這片區域 穿甲弓就可以直接長驅直路了 這裡肉麻直接守持兩台巨型頭司機 這些騎士也過來 想要直接拿下巨頭 這裡巨型頭司機能夠收下波斯的城堡嗎 沒辦法 血量無點殘掉而已 那HARA這裡就有機會出來 挖這個黃金炮 這裡敲了一個黃子 難道飛龍是想要為這個資源點嗎 補下了一個TC 想要把這裡慢慢拿回來 飛龍現在是被越來越悲退回去 點了一個化學之後 三級的光兵鎧甲有點嗎 還是要先轉個火炮呢 這裡感覺先轉火炮是當務知己啊 沒有黃金 現在只有144塊 我怕按不出來 HARA賣了兩百石頭 換了158塊黃金 繼續按重裝騎士 但這一波 HARA的正面部隊有點少 屯甲弓可能要直接射穿 這裡要是少不下來的話 HARA要直接爆了嗎 黃金只剩下7個人在挖 基本上是沒人的狀態 巨型頭司機被拿下了一台 第二台也被點掉 屯甲弓後面無情事出 射穿了戰毛兵 OK這一波爆了 HARA這裡再繼續賣食物 賣了150塊 HARA已經用4級賣了非常多的食物啊 沒有黃金 搞到這個時間點已經很厲害了 可以看到這個副金還沒挖幹 主金也是 只有一塊主金是挖幹的情況下 HARA已經擋了很久了 但是沒有辦法 這個主金依舊守不住 HARA繼續賣資源 就越賣越虧了 現在這個情況是 再怎麼賣 也沒有辦法很好的擋得住 一定要把這個地方守下來 蓋寶 那如果這邊專心守的話 後面就會守不住 後面守不住的話 農鐵也是爆炸 那經濟資源也會一直下降 HARA只能打出GG 我們恭喜肥龍拿下比賽勝利 哇肥龍這一波打得非常非常好 HARA這邊的問題呢 是地圖上的問題啊 那我覺得地圖上的問題之外呢 我覺得 地圖上的問題之外 HARA也是有點 可能被前面的騎士騷擾打爆了 我覺得不轉生旅出來也是一個關鍵問題 他也可能覺得波士人的生旅很爛 所以不想要轉 這也是稍微能理解的 但是遇到大量騎士衝擊的情況下 伸頭前壓 加騎士喔 還是要靠伸旅稍微擋一下 然後再配上這個戰寶兵 還有投車防守 會更好一點喔 少了一個伸旅 真的是壓力非常大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呢 就是由肥龍拿下資源上的伸旅喔 金額大概快要1萬資源 大概8000左右 好啦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小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再見 我們下次見 大家見一下 再見 裡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